美国政府一举呢 把这个兵拉登这个心头大患给除掉了震惊全球 执行的单位就是海豹部队 这个可以说是美军万中选一的这个精英分子 他们的行动快很准 是恐怖分子的克星 只用了40分钟就成功狙杀盖达组织首脑兵拉登 美国海豹特种部队第六小队 专门执行美国国内外防御反恐任务 Navy SEAL中文翻译海豹部队 但其实SEAL是海空陆三七部队的缩写 成员们都是美军万中选一的精英 要成为海豹部队成员 必须先经过24个月地狱式的魔鬼训练 白天得承受极限操练晚上得忍受零下低温 真枪实弹的作战演练 甚至是天寒地冻的雪地也要去 据说一天操兵15个小时只睡5小时 淘汰率高达90% 而且要进入魔鬼训练之前 还得先达到2分钟内坐42下伏地挺身 2分钟内坐50下仰卧起坐 11分钟内跑2公里和8分半内 有500码的体能考试 无论有多少体能训练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集中力和毅力 因为像攻坚冰拉登的行动 一架直升机突然故障 海豹6队的成员还是得保持镇定 随机应变 最后连道把兵拉登的尸体从屋内抬到直升机上 要走多少步都精准到丝毫不差 中年新闻卢玉涵综合报道